大护自己的医生和护士抱以微笑 他的乐观和顽强感染着他周围所有的人 而在刘冰身上呢就是有一种特别坚强的东西 不管是他的身体状况好不好 他都会往这边就是自己的理想去努力去奋斗 所以这是觉得让我觉得很佩服的一个地方 手术以后刘冰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 医生说他不久就可以出院了 病床上的刘冰还时常想起自己曾经的舞台 这些照片和录像刘冰经常拿出来翻看 医生和护士们也被这样的情景吸引住了 刘冰给团长文峰打了一个电话 说想回队里看看 他一进来大家都给他热烈的鼓掌 说哎呀欢迎你啊说刘冰你终于回来了 当时那个场面很感人的 真的大家都非常激动 他也非常激动 然后很多人上去跟他拥抱都流泪了 你战胜了就死亡 你终于过了这关了啊 欢迎你归队 归队后的刘冰继续参加着艺术团的活动 只是每隔两个月 刘冰要去医院复查一次 2009年医院 已经是刘冰手术后的第三年了 上午他把这场演出给演完了 当时他的脸色啊 您可以说是相当难看了 脸色苍白 所以等到把这个舞咬着牙跳完了以后 他眼泪都下来 等到那个结果一出来 他等于已经转移了 灾难再次降临到刘冰的头上 刘冰仅存的三分之一的残胃 也不得不被切除 刘冰还能挺得过去吗 我简直不相信 我想因为医名怎么没落到我头上 一次我已经站上了 没有了胃 刘冰无法进食 只能依靠输液维持营养攻击 病人他也是感觉 我身上那个肿瘤又复发了 我这就问题就很严重 后来我也是跟他讲这个理论 就是每个人身上都可以讲 长一点肿瘤 这是没有办法的 也没有关系的 只要你身体好就可以 那么这个人就慢慢的 他过了一段时间 在病房住了一段时间 他发现问题也没那么严重 除了医生和护士 艺术团的队员也不断地鼓励刘冰 刘冰再一次看到了生的希望 刘冰我们爱人 盼你早日归队 盼我早日归队都在等着我 步入老年之后 一般的老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 是可以适应的 多数人呢 不仅可以适应 很多人还能做到 老有所乐 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刘冰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但是从老到病的转变 是很多人难以接受的 这不是人生四苦吗 我们说到了生老 现在说病 刘冰也经历过这样的脆弱 但是透过疾病这样的镜子